今年,一位小火鸡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也许是女孩子等了太久,生气得还真要走 就在此时,小火鸡从裤兜里偷去了一堆切药系 躺在桌上,跟女孩子挑选 看着女孩子720度大卷兵的态度 我明白了,她肯定是个七千小秀了 我由衷地配护,小火鸡对于客户心里的把握 是多么的恰到好趣 尽当这个时候,小火鸡表现肚脐痛,想向起锁 为了能把更好的销售技巧全力给我的员工 我悄悄地跟了过去 万万没想到,小火鸡却来到了一家奶茶店 看着她从钱包里偷出了一张卡,递到女孩子面前 我谎言大悟,原来她是个万金油啊 竟在帮客户办理信用卡 看着女孩子拿着卡,靠在小火鸡肩像哈欣的样子 我深深地体会到,能把客户当成家人的销售 才是一个好销售 尽当起时,又因为女孩子出现在了小火鸡的面前 什么意思啊?电影看一半人就不见了 女孩子不停地在凶小火鸡 我猜她肯定是销售精灵了 无论小火鸡竟在偷懒 为了让小火鸡明白,人间既有精情在 于是,我把她的客户都带了过来 记得小火鸡的清白 看着小火鸡被三个女孩挤的热情所为药 我欣慰地笑了笑